给一篇文章用AI5分钟就能生成一段双人播客 比真人聊的还有趣 你敢相信吗 是不是难分真假 这段音频背后使用的技术 就是谷歌目前最牛的AI产品Notebook LM 它被称为下一个ChatGBT 甚至被很多大佬认为是目前AI界的最强黑科技 使用它打造你的第二大脑 绝对可以帮你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 那么Notebook LM到底是什么 有哪些功能 我们可以怎么用它 木子一个视频为你讲透 Notebook LM是谷歌在2023年5月就发布的一款AI笔记类产品 这个产品之前一直都是小透明 但最近突然火爆起来 原因就是它更新了最近的AI音频功能 只要上传一个PDF文档或者是YouTube的视频链接 它就可以智能的帮你整理笔记提取要点 甚至还会根据内容去生成一个 有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的聊天音频播客 像我开头播放的音频就完全是由它去生成的 最关键的是它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赶紧去试试看吧 接下来我们看看Notebook LM到底长什么样 它的网址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进到首页之后 点击右上角的Try Notebook LM这个按钮 就可以用你的谷歌账号进行登录了 那界面的语言是根据谷歌账号的语言设置来的 进入以后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洁的界面 一共有三个部分 左边是信息来源区 中间是笔记区 下面是对话交互区 接着上传我们的资料 就可以创建第一个笔记了 现在Notebook LM是可以上传多种不同格式的文档的 比如谷歌文档 谷歌幻灯片 YouTube链接 PDF TXT文件 音频文 或者直接拷笔文字都可以 那接下来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手体验一波吧 首先我上传乔布斯传这本书到 Notebook LM Gemini模型呢 会先对我们上传的内容进行一个预处理 帮我们生成一个笔记本指南 而且注意的是 因为我之前的账号语言就是中文 所以这里默认生成的结果都是中文文档 不需要自己去进行另外的设置 而关于上传的限制 大家需要注意 Notebook LM最多支持一次性上传50个文件到资料库中 每个文件大小限制大约是100兆 最多呢包含50万字左右 笔记本指南呢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文章摘要 告诉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可以算是太长不看吧 第二部分呢是建议的问题 只会提问啊是一门功课 我们刚拿到一本新书 可能也不知道该问哪些问题 所以这个就还挺好用的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它给出的建议问题 点击完问题之后呢 它会持续更新 我们一路点击下去就会对我们上传的资料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想问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当成XGPT一样去提问 点击这里的查看和关闭聊天 就可以打开和关闭这个聊天框 第三部分就是帮我创作 现在有五种文档类型 和大家一一讲解一下都是什么内容 首先是常见问题解答 它会根据你提供的内容总结可能的常见问题 并给出解答 根据我的惊讶 基本上都会形成十个左右的问题 然后是学习指南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适合一些老师来用的 它会自动根据文本出一些题目 甚至是论文题目 如果你要出考鉴就很方便 或者你想要检验一下自己学习这个资料的成果 也可以用这里的问题来double track一下 然后是时间轴 我们看到这里就根据乔布斯的生平生成了一些大事迹 非常清晰 还有简报就是梳理了整本书的一个框架 把文档的核心逻辑和主要观点罗列出来 最后再回到笔记本指南这个界面 第四部分就是最近风靡全网的AI播客了 只要点击一下加载 它就会自动根据我们提供的文本生成一段音频 基本时常都在至少十分钟左右 这个音频是有一男一女两名主持人以Q&A的形式进行对话的 不过遗憾的是现阶段只支持英文 而且内容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但是接下来我给大家听一听这个效果 那实际上除了我之前演示的PDF文件 甚至你的个人网站博客 信用卡账单 上课录音 甚至菜谱等等 都可以上传一下试试看 比如有人直接将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得意恩生 Elia推荐的所有经典论文整成了博客 还有人上传了自己的信用卡账单 然后AI博客居然在吐槽 他在Uber上花太多的钱 譬如说一般的Uber乘客账你$20 然后你花了4个月 那是$320每月 想起来 那是钱可以去到其他金钱的目标 对 绝对小的改变 可以大分别 甚至只上传一个数据及AI博客 也可以去解释它 最后想为大家分析一下 Notebook ARM到底可以用在哪些场景 首先第一个大场景就是信息处理 通过AI进行信息处理和做笔记 既能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又能很好的管理知识和进行深度思考 不得不说这些能力在快速变化的AI时代是尤为重要的 比如你是一位学生或者是自学者 过去可能需要你自己去看一些教材书或者是教程视频 但是我们的阅读速度是有限的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能获取到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 而且你胡伦腾早读了一遍 最后重点可能一个都没有抓住 但是用Notebook LM就可以帮助你快速整理教材 Case等资料 生成FAQ 甚至我们可以把同一个领域的相关资料 全部放进一个资料库当中快速学习 用过去可能读一份资料的时间 现在可以了解一整个领域难道不相吗 Notebook LM编辑总监甚至总结了一个超赞的学习方法 我们首先可以使用手机去录制课程的音频 然后加入手动笔记简单的记一些课程的要点 然后把课堂录音和笔记一起传到Notebook LM做成一个播客 每周末去听听这些播客就等于回过了最重要的课堂知识 或者你是上班族平时需要做会议记录 你就可以把会议的音频录下来然后上传 让它帮你去总结会议概要 除此以外Notebook LM现在最火的应用就是制作AI播客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播客 那本质上也就是过去的广播 我自己要是播客的忠实听众 开车做家务或者睡前的时候 看手机可能是不太方便 那么通过音频去获取信息就非常高效 据统计播客在这几年的市场规模也是疯涨 而且预期的市场规模还会继续增加 所以我认为播客这个市场是非常值得进入的 比如做数据讲解类或者历史类的播客 AI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因为里面的内容是已经确定的 不需要AI去进行创造 像这位博主就有两个小时做了十节的讲历史播客 视觉听觉等不同模态之间的相互流转 在未来一定是大趋势 无需抵制大家只要去用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